hello 各位小伙伴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电视频道见 路头 一个被分到求生者这一名的监管者 自从把脖子上的夹子拿下来之后 出场率就要比以前高一些了 开局能看到人就甩钩子 前锋往右边走 说明这个左边是有人的呀 小牛仔 来啊 看谁的鞭子更长 不是吧 这你也敢翻 这 虽然是匹配 你也不用这么随意吧 可能大家这个时候就会说 大牛居炸鱼了 天地良心这B级牛仔啊 前锋一副要撞我的样子 先把他录给疯了 你来啊 挂上就可以了 直接进入我们最喜欢的收拾环节 哟哟哟 吓我一跳 先勾一下卡血线 然后预判他救人一个帅气回头 他这就 就打椅子嘲讽嘛 懂的都懂 好吧 调香师也来了 然后前锋拉了个回旋球 一头撞到调香师身上 这都什么跟什么呀 牛仔不知道跑哪去了 先追着前锋 反正他们也没在修机 我也不着急嘛 调香师接了个大洞 那就不得去搞一下祭司 过来吧 小宝贝 把洞里打了 来的时候太开心 回不去了吧 直接把祭司秒了就完了 过来吧你 换挂祭司 大家打排位的时候 就不要像我这么玩了 人类修机很快的 调香师放香水救人 直接勾个震慑再说 震慑 但没有完全震慑 没办法 香水嘛 小祭司你不会以为 你跑得掉吧 盖友可无亏啊 牛仔居然还想要来批 你怕是忘记了 你也是二挂吧 打残就行了 先挂祭司 哎呀 禁酒不止止 罚酒是吧 给我死 没事 都是二挂吧 挂谁都是一样的 下一个来送死的是谁啊 你又是前锋 你就不怕被我追于勾死吗 不够 呃 胡忠用得好呀 等等 我为什么牛仔自己丑那יב 将来送死啊 好啊 直接挂飞 平时很多人在挂飞第一个人之后呢 就不知道该怎么续节奏 而导致好好的局势被翻盘了 这个时候就会给人闻了 陶寅 我们又怎么续节奏呢 很简单啊 先这样 然后再这样 然后再把它挂到椅子上就可以啦 前面有个大洞啊 这位置能不能挡掉 哎呀这不能打就有点难受了呀 诶 祭司偷人了 完了他要破大洞 不过问题不大 我能切底牌吗 先把他位置打出来 就是不知道 呃 开了那就算了 那就直接追你呗 这么嚣张居然敢在我脸上啊 直接拉回来就是你 啊 这都可以翻回去的嘛 还绕圈圈是吧 不是让你给我翻来翻去 现在节奏就很简单啦 调试重修一台电机 祭司过来救人 那调试重修还炸了一下电机 那感觉电机不够呀 来来 我打动了啊 快点过来救人 就怕你们不救 直接一个蓄力道带走 你要想强摸 嘿嘿 还能拿个气球刀 还跟自己起就对了吧 挂飞前锋 祭司往左边跑 那我就去干扰大门 开玩笑谁跟你上口啊 调试重修帮分身开门是什么套路啊 你不会真的也觉得我看不到吧 丢破了吧你 你们看 这不是简单多了吗 先把调试挂上 然后再去慢慢陪祭司玩 先切个闪现 今天就给你们标一个绝技 勾过来上线回都到 哎呀 这个人怎么往后跑的呀 不带不要慌啊 技术调整 技术调整 祭司呢是肯定跑不了地窖的 这个勾子很重要啦 先拉近距离 然后直接一勾 啊 再放夹子 啊 技能衔接的恰到好处 走你 哎呀 真的是快乐的一局匹配啊 溜了溜了 好啊 好啊 好啊